最近 洛杉矶郊区蒙特利公园社区的一家无牌月子中心被迫关闭 这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众多月子中心中的一家 他们通过互联网广告来吸引身在亚洲却希望孩子在美国出生的孕妇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 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可以获得美国国籍 加州大学河边分校的移民政策专家莱玛·克里斯南说 来美国生育并不非法 美国政府可以制定一项法律 明文规定 如果当事人的目的是来美国生育 他们不得进入美国 现在并没有法律明文禁止来美国生孩子 但是当地官员说 这些中心是无照经营 并且在当地是非法的 洛杉矶附近的奇诺岗市地区当局也对此类机构进行取缔 以律师米切尔为首的一些居民向市政府表达不满 他们看到许多豪华轿车进出社区 他们也看到一些怀孕七八个月的妇女从这里走过 有关官员说 这家无照经营的月子中心一共有17间客房 安置了30名孕妇 但是卫生设备不足 并有安全隐患 现在这个中心已经被迫关闭 美籍华人阿芳索楼说 关于月子中心的争议 已在种族多元化的地区造成了紧张局势 此地的美籍华人社区是诚实和爱好和平的 他们非常反对月子中心 因为人们对这类机构反感 所以比较容易一概而论 齐诺刚 中国美国商会的刘维敏 希望此类月子中心被关闭 我们对有些人为获取美国国籍 专门到美国生产的做法非常不满 当然希望政府采取措施 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各地一共有多少家月子中心 美国宪法规定出生在美国国土上的人 自动拥有美国国籍 一些加州居民希望 国会决定是否有必要修改宪法 以防止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为了儿女的国籍 而前往美国生产 感谢观看